嘉義縣水上雙族時發生了命案 一名無形男子疑似和鄰居有嫌隙 昨晚是拿著鐵鑲登門理論 沒想到鬥毆衝突一觸即發 過程當中鐵鑲被對方給搶走 無形男子反遭重擊 警箱到場時他已經失去了生命跡象 送醫後宣告不止 民眾焦急的指引救護人員 因為鄰居之間打起來 其中一人倒地性命垂危 救護人員緊急將兩人送醫 命案現場立刻拉起封鎖線 原來這裡深夜爆發激烈鬥毆 聽到口角打鬥聲響 鄰居嚇得趕緊報警 火爆衝突發生在12號晚間 嘉義水上香 山芥普 一名無形男子疑似和鄰居先前有嫌隙 竟然拿著鐵鑲登門理論 但過程中鐵鑲被對方搶走 反遭重擊 送醫宣告不至 兩名男子是鄰居因矽故發生吵架 其中一人拿鐵鑲前往理論 卻遭另一名嫌疑人 牆頭鐵鑲反擊 雙雙掛材 經醫院初步研判 死者的頭部有一處撕裂傷 還有嚴重內出血 肋骨斷裂等行星 詳細原因還有待調查釐清 警方後續已將犯案的男子帶回 全案朝過世致死和殺人罪先偵辦 記者嘉義 正會報道